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到底機械手臂能不能取代焊接工呢? 自從我們的頻道開始教焊接了之後呢 就有了許多煩惱少年 他瘋狂的耐性就像這樣子 他想要加入焊接的產業 但是又怕被機器人取代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找來我們的新同事小蘭 來給大家做示範 台中的東區啊 隨便路上都會撿到機械手臂 對吧 講到機械手臂呢 他其實在許多 金屬加工上 甚至在管料的焊接 還有自行車的組裝 甚至在健身房器材上面的組裝合成 他都是非常在世界各地 廣泛被使用到的 那其實機械手臂它的原理是非常簡單的 既然大家都稱為機械手臂嘛 手臂 其實大部分就是這種意思一樣 那巨石強盛的手臂跟阿展士的手臂 當然也有很大的差異 那如何簡單的去講點機械手臂的動作呢? 好比說這邊就像我的手上有三顆馬達 第一顆馬達 第二顆馬達跟第三顆馬達 我在手臂做動作的時候 就像是我第一顆馬達先往上轉12度 第二顆馬達我設定往下轉45度 第三顆馬達你可以往前伸 之類的 那像現在的手臂它都基本上都會有六顆馬達 也就是所謂的六軸手臂 甚至像這個手臂它能夠擴充再多三個手臂 也就是說等於有六加三 九軸 對很好 九軸手臂 那各位同學呢 你也不要害怕現在的編寫程式非常的複雜 好像你要設定每一顆馬達的細數一樣 就是X軸 Y軸 D軸 那你要搞得很久 因為現在的軟體呢 它都能夠很簡單的幫助你 讓你的手臂去做垂直系統 或者是平行式的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讓它 告訴它我要往前面走 它的第一顆馬達 第二顆馬達跟第三顆馬達 它同時都能夠幫你試算得好好的 很簡單 好那回到網友的各個問題呢 就是到底漢工是不是這麼容易被取代 這個時候呢就要跟大家講三個漢工的故事 從前從前有三個漢工 第一個漢工呢 它一天能夠燒十個桶子 就是你用湯啊 很老的那種 那第二個漢工呢 它一天能夠燒三十個桶子 也就是說呢 第二個漢工 它的資歷比較深 再來是它操作速度比較快 所以第一個漢工跟第二個漢工 他們的薪水一定會有差異 一樣都在一個月的時間 可能是三萬塊到五萬塊之間 它的這個差異 不過呢 這個時候出現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他直接走過來 告訴第一個漢工跟第二個漢工 還有他的老闆說 老闆我覺得 我們以後不要這樣說 我們來改變一下製程 所以呢 第三個漢工 它因為它同時具備了第一個漢工的能力 甚至它有具備了工業製程的嘗試 所以它一切改變了所有的人流程 它把每天能夠燒十個桶子的人 變成能夠燒二十個桶子 它把每天能夠燒三十個桶子的人 變成燒六十個桶子 那這個時候請問這三位漢工 誰的薪水最高 當然是第三個 不用自已 它不只 不用花三年五年的時間 去訓練第一個漢工 它直接修改了製程 跟修改了製作方法 甚至請老闆買一個新的工具 就像機械手臂一樣 然後讓大家能夠減少工作量 但是卻增加工作的產值 這個才是在焊接界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告訴了大家 漢工它會不會被取代呢 如果你每天 你永遠只會燒一個直線 你永遠只會燒圓圈 你完全不會去思考 甚至每天上班也是隨便亂燒 你覺得無所謂的話 那你早晚會被取代 是一定的 所以其實手臂的加入 它就像小工具一樣 它其實是在幫助人類 能夠更輕鬆的工作 但是同時人類它必須要 更加的花時間 去增長自己的技術跟知識 來改變製程 甚至來改變修正 焊接的方法 這個才是我們要繼續追尋的 不過各位老闆呢 你也不要很怕說 好像你把一個機械手臂 買到工廠裡面 好像就要取代勞工 很無心無意的樣子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其實機械手臂進來 機械手臂坦白說 至今還是有很多的動作 甚至是有很多的焊接角度 是無法做到的 所以你依然要需要 靠一些老師傅 跟老經驗的焊工 他來幫你做一些收尾 甚至幫你檢查 在所有的焊刀上 他有沒有中間製成的出錯 那今天站在其實 勞邦就是我們這些 做工友人的想法 其實 你也不要想說 老闆今天把手臂買進來 他就好像要取代你們 取代你們這些 取代你們一樣 機械手臂它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有一些 它是很高溫的 它必須可能是在一個 人類無法去承受的狀態下 或者是今天在漢路當中 它可能會有危險性 它才會爆炸 那這個時候 老闆當然不需要 拿你的命來賠嗎 用手臂來賠 那你的命 絕對你抬手臂 還要值錢 今天和你的手臂 它加入你的工廠製成 其實 你才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如何去校正它 如何去操作使用它 甚至如何用軟體去修正它 這個才是勞工學最有價值的 那同時呢 身為一個公正公平的頻道 我也要幫一下 我這個 脂肪這邊講講話 其實機械手臂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如果今天你的廠出 它是非常貴的 其實你可以用人工去輪班 跟著機械一起搭配 基本上機械它不用休息 但是我們也不會講得這麼唬爛 好像24小時不用停一樣 其實機器當然也要有時間養成 但是它的操作時間可能到16個小時 甚至可能到20個小時 那基本上它不會罷工 它不需要勞健保 不需要吃飯 它不用玩手機 它不用抽煙 不用喝酒 各位同學記得工作的時候 不要抽煙喝酒吃冰糖 這都是不好的 然後基本上它也不會職場性騷擾 它也不會去勾允的同事 然後它也不會上班講幹話 上班講八卦 但旁邊操作的伺服可能會 好當然我們團隊也蒐集了許多網友上 對於機械手臂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從價位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分析好了 大家可以用車子的概念去聯想 比如說 尼桑的車子 跟賓士的車子 哪一個比較好 當然是賓士 那還用說 但是賓士的車子 它的價位 可能一台車能夠換五台 尼桑的車子 這個時候賓士它的保養費用 也絕對會比較高 所以機械手臂 它當然也有分 像賓士車跟尼桑的車 還有中間各種接款 以你自己最喜歡 最需要的CP值 去選擇一台最適合你自己的車子 那就跟焊接手臂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每個廠牌 它不一樣的特性 跟不一樣的優勢去做選擇 基本上我們就是一個很公正的頻道 所以我們不會去講 什麼東西一定好一定棒 它一定有它的好 跟一定有它的不好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要跟大家 良心建議一下 焊接手臂的廠牌非常的多 所以在選擇品牌 或者是選擇買各個機器 不管是手工具也好 焊接機也好 手臂也好 甚至是各種東西 請大家去選擇一些信譽良好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年資的大公司 因為他們的售後服務跟售後保護 都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基本上賓士都會有車網的啦 所以大家買工具 請好好選擇 其實機器手臂 它基本上只要是焊接機 你都能夠擠到手臂上 因為它就像是一個人的手臂嘛 就像我們剛剛解釋的 X軸 Y軸 Y軸 你只要設定好地方 設計好開機的點 設計好啟動的位置 任何機器都可以 不過基本上現在的手臂 它很少能夠做到視覺判 也就是說一般的老師傅裡面 我今天稍稍稍稍在半天說 欸等一下老闆 我感覺這個銀不夠銀喔 那但是其實機器手臂 它沒辦法在第一時間 馬上立刻做出 這個圓好像怪怪的 它會照著 它會照著它的軌道慢慢去跑 不過這裡相對的是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非常的穩定 它穩定到它畫兩千次的圓圈 它都還是在畫那個圈圈 說到焊接機有什麼樣的配置呢 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是你的手臂一樣 今天我的手我要拿什麼樣的焊接機 就是我自己主定 所以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搭配哪一個型號的CO2焊接機 你也可以選擇 你要搭配什麼樣的線 比如說0.9啊 1.0啊 1.2啊 都可以 那還要搭配什麼樣的氣體 那另外呢 有一些焊接機 它能夠做額外的擴充 好比說左邊也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搭配翻轉台 你可以搭配你的手臂 可以左邊做完 右邊做右邊 右邊做完做左邊 那它可以增加你的量產速度 對了 補充一下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翻轉台之外呢 它同時 你一個焊接機 你可以搭載好幾個工位 比說在我們等一下下午 會參加的人機搭載 就是一個工位 那基本上你也可以達到 一個工位 兩個工位 三個工位 甚至到四個工位 它都能夠提升你量產的速度 那這個東西 就各間廠商不一樣了 你們自己去選擇 好 自己挑 好的 在剛剛聽完了簡單的機械手臂原理與介紹呢 我們馬上就來進行 人機大戰 但是 在這個之前 我們有一個重要安全要宣導 首先機械手臂在運作的時候呢 請在四周貼上緊貼線 在手臂只要在任何操作狀態下 人類都不能進到裡面 包含動物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隻牌生是錯位 所以看起來很近 其實我離很遠 第二 就算是焊接手臂在焊接 它旁邊的光害也是會影響到你的 所以記得請戴上防護面罩 還有戴上你的皮衣 跟穿上你的可愛的小手套 在搬運上下料件的時候才不會割傷 第一階段 2020年就要到了 請畫出最代表奧運的圖案喔 它好了喔 好啦 你好了嗎 好啦 第二階段 請畫出最有藝術感的圖案 第三階段 請將前一次圖案縮小三分之一倍 三分之一喔 三分之一 我放棄 等一下我抗議 我覺得它昨天偷寫成事 明信考題請用鐵板做一個正方形 正方形 正方形 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階段作品展示 好帥喔 好帥喔 小蘭 哇 就是她 就是她 第二題 第一次加油 這是什麼 小蘭展示 好帥喔 第三階段 縮小三分之一 四小雞 四小雞獲勝 第四階段 立方婷 千零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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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上這個比賽並不是要分出什麼樣的勝負 而是要讓大家知道人類的優勢 跟機械手臂它的優勢各自在哪裡 那其實基本上呢 講要量產 你人類一定比不上機械手臂僵直的耐操跟耐吞 但是說到打樣跟說到創作 跟說到即時性的組合成物件的話 那也是機械手臂它有最大的弱勢 最重要的是 人類跟機械手臂它其實是作業上最棒的夥伴 好的 經過今天以上簡單的介紹 你是不是對於機械手臂它有什麼樣的優點 跟什麼樣的缺點 有一個更加的了解人呢 當然機械手臂它也會慢慢的進步 相信各位在過了三年過了五年之後 機械手臂又會有一個更大的脈 或許會有人類的模擬 那或許會有更多種更新的科技 會再加入在我們的工業產業裡面 那從今天開始我們決定 舉辦超認真少年的簽名會 簽唱會 那如果你對於我們這個簽名版呢 有興趣的朋友 你都歡迎你分享我們這支影片 然後讓更多人去認識機械手臂 然後也可以讓機械手臂 能夠更貼近人類的生活 那如果獲得這樣的簽名版呢 或者是你要小記著迷圖也是可以的 那請到我們的臉書 去看我們的活動說明版 那如果獲得其實非常簡單啦 反正都是小懶嬌在燒嘛 無所謂 那我們最後來大聲地歡呼 感謝長傑的工程師來跟我們完成這一集 耶 辛苦大家 好的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你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如果你有什麼樣相關性的問題 都可以歡迎你在下面的留言串 去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或許我們能夠幫你解答 好啦那今天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認真少年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不 老闆講話你動什麼動 再加入小蘭 為什麼要叫小蘭啊 小蘭不好啊 為什麼不叫小賀 叫小賀 叫小賀 小蘭也不錯啊 小蘭也不錯啊 小蘭叫啊 你看這就是神鳥鳳凰爐 我再把你加個光圈 他就是神鳥鳳 欸 出了命吧 我們就過年尾牙的時候 大概開始散到10% 然後看你的點出最多 然後年多起來就靠這個8這樣子 我從來不見 大小的聲音 快點 我認真是你 你還要快點 你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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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